荒土如雨圣讯第一册 第281页 激功活佛慈悲主语 讲师讲员 这职位叫做天职 甚至是天觉 这个使命不是人给你的 是你累劫来有善愿 因为你有支持条件具足 所以单单老天 给你带天循环的使命 半道的人要深入精湛 了解精益 为众生讲精说法 为人讲解道义 解开众生的疑惑 光解善缘 这叫了使命 增加自己的慧根 所以天职来自于上天 此乃至尊之鬼 你可以弘法立身 为众生讲道理 并非人人皆可 讲道的人要正知正见 才能把众生带向正途 三朝普渡儒家隐隐 你当讲师讲员 必须先了解道之宗旨儒家思想 狂老夫子又是哪一位 讲的又是何等经意 什么样的道理 要用心参言 再来佛规理解 一定要懂 不要马虎 一定要精进自我道学 住在佛堂 凡事要学习 礼貌要做到 与情贤同住 要懂得尊敬 该上学时要上学 该在佛堂学习就学习 人生 际遇 同住一起 缘分很深 为师希望你们好 是为之帮忙道物 大人会指理 小孩会指理 人人把理解学会了 这个道场才会有理 才能够把道的精神带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